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变成死亡人口 原来17年前 黄姓女子是板桥一间百货公司的贵姐 当时与男友交往 遭到家人反对 因此夫妻离家 家人召集报案 但黄姓女子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和家人联络 7年后 房源将失踪人口宣告死亡 结果事隔17年 同样是2月18号 离家当天 黄姓女子在问华被警方拦见寻货 17年后 因为警方拦查 让黄姓女子身份曝光 布置联系上亲人再度团圆 让她法定死亡身份大复活 三星期待会是邵子上调到